最近在北美有一款软件真的是非常火爆 就是too good to go 反正就是这个软件 它的一个理念就是 你花五块钱去购买一大袋的东西 就像开盲盒一样 而这个盲盒呢 它里面是食物 可能是蛋糕店 可能是面包店 或者可能是餐厅 它们有可能前一天没有卖完的 或者它们剩下的多余的一些食物 它们就会打包给你 所以呢 当你买好之后 其实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的 那今天我们就选了一个甜品店 所以到时候来看一看 我五块钱可以拿到哪些好吃的东西 嗯 我有一点小期待 好 我们去 走进商店 我发现 它们有卖好多的卖分 然后好多的松饼之类 价位呢 通常都是在三块到四块 像这个是五块钱 可以看到货架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被卖光了 这个是他们给的领取时间段 像这里的面包基本都是三块钱一个 好看 你这个是什么红豆味的吗 Red bean吗 咬了一口里面有吗 好像是豆沙对吧 好吃吧 好吃的啊 那么好吃的啊 OK我现在刚到家 所以我打算把这些面包给倒出来 看一看里面到底有哪些 OK在这里 我这里倒出来的是一二三四五六 加上刚刚老二在车子上吃的 那他们一共是五块钱给了我七个这种面包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价格像这种一个的话就是两块五一个 然后像其他的这些面包基本上均价也是在两块五到三块钱不等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价格范围 看看这个杏仁派是不是好吃 这个杏仁派还不错 它里面是非常细腻的杏仁酱 可以吃得出一点咳嗽药水的味道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种很传统的杏仁的味道了 然后是这个 刚才我女儿吃了一口她说不好吃 我试试看 我觉得它的sushi做得很好 你要吗 这个不要吃对吧 这是cheese 然后这个味道还可以 没有那么难吃 然后我再来试一个 这个是什么 尝一口 它里面是土豆 然后配上一些肉泥 不难吃 但是也没怎么好吃 然后再来试试看这个 哇这个酥皮做得有点夸张了 这个掉渣掉的有点 我天哪一拿起来就这样子 我天哪 我觉得这个要烤一烤才好吃 我觉得这个要烤一烤才好吃 这个要烤一烤才好吃 这个像是chocolate muffin的感觉 我那个羊奶味道在我嘴巴里面难过死了 看看这个 非常浓郁的巧克力味道 巧克力味道很浓郁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小朋友应该会喜欢 还有最后这个 还有最后这个 这个好像和刚才我们在路上吃的一个一样的 让我试试看 它不是那种很甜 而且它的表皮其实是咸的 对于面包甜甜圈之间的那种口感 还可以 当早饭的话还不错 OK 那 5块钱买了这样子一堆东西 价廉物美 今天我们用那个too good to go 软件 买了5块钱的盲盒 里面都是一些bagel OK 我们现在准备去拿bagel 最近春天到了 然后那个花粉特别厉害 整个眼睛一到下午就是睁不开来的那种 Herry你今年的花粉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你吃了过敏 好像有好一点点 今天两年也要 好吧 Anyway 先去拿bagel再说 用软件买好之后 基本上你会收到一个领取的时间段 那这个是商家给你的 像bagel店啊 包括我上次去的那个甜品店 他们都是下午让我们去领包裹 这是 没有没有 这个是garlic bagel 然后这个是everything 这是我最喜欢的 这个像大饼一样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白芝麻的 这个像garlic跟那个 哦耶 garlic和 哎呦 这三个你不要 你再拿一个盘子吧 不要混一些 所以这里面是三个对吧 这三个都是我不要的 OK 这是regular 四 这也是个regular 五 六 cranberry吧 这个是那个poppy seeds 七 这个是chocolate 八 就是chocolate 十 这个是新定 blueberry 九 巧克力 十 这个是 oh raisins 十一 Oak meal 十二 十三 这个应该是南瓜吧 哦 南瓜 十三 没有了吗 十三个吗 就这样 应该是今天早上做的 因为我们一点都吃了 一般vago 他们都下午不开 OK 错 嗯 可以 那我要一个那个raisin的 其他的我不要 好的 OK 那今天的这个 试验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